今日多个机构对银行信贷风险的预测 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再次受到了市场的关注 虽然目前银监会公布的一二季度不良贷款率 皆为0.96% 看似不高 但是标准普尔金融机构评级资深董事廖强预计 中国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 年内将升至2%到3% 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增长期或将到来 而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可以再次发挥作用 他们的转型之路是否顺利 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999年中国仿照美国解决处代危机的RTC的模式 成立了东方资产 信达资产 华融资产 长城资产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收购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 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首先就是专业的事情 对不对 他们是专业做资产管理行业的 另外就是它会有一个规模教育 规模经济 你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大 可能成本它会降低 另外比如说就是这样也可以简化政府的监管程序 因为你就把不良贷款的业务交给了专业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就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监管框架 据刘振华介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贷款也有一定的缺点 比如商业动机较弱 银行可能形成被救助的倾向 异于受政治的影响等 但国内银行业处理不良贷款 主要是依赖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 随着2006年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上市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任务宣告完成 但是与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 完成使命后自行关闭的命运不同 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相继走上了商业化的转型之路 信达资产在2010年7月成为第一家完成改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2012年引入社保基金锐银扎打中信资本四家战略投资者 信达资产董事长侯建行在今年6月 与中信银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以市场透露 中国信达正准备择机上市 而市场早有预测 信达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赴港上市 比如说像信达 他在四大里面 他这个就是以前的数据 资产回收率和现金回收率 在四大里面都是最高的 所以说当然他现在在这个上市过程中 现在是占据这个领先的地位 2012年10月华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改制后华融也将推进增资扩股 董事长赖小明曾向媒体表示 华融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确定引入战略投资者 并最晚于2016年登陆资本市场 可见改制到引入战略投资者到上市 成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基本路径 从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增长周期来看 受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新一波的不良贷款浪潮可能袭来 而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 好时候或将来临 当年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以后 没有解散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现在又派上用场了 我没有数字 我不敢说它什么时候到来 但是我的感觉是 我们离再一次银行清理坏账越来越近 现在这个市场呢 大家觉得慢慢 因为不良资产后面可能慢慢会多了 明年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这个不良股出售啊 就是因为这种债务和这种不良贷款 引发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信达 我觉得上市如果我是投资者 我觉得是不错的 从2008年之后三年 信达的投资收益增长明显 然而近两年 信达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 已经呈现疲弱之势 2011年净利润负增长为68.3亿元 2012年实现净利润72.5亿元 仍然落后2010年的净利润水平 可见银行不良资产的增长 有一定的周期性 以不良资产处置 作为主营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 成为投资者等市场人士 所担心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